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LO 今天和大家的觀塘是一間很特別的無限時放題 有什麼特別呢? 它有私房菜、燒海鮮、串燒、還有小食 還有當然有啤酒、汽水、甜品都是任飲任食的 大家是不是很心急呢? 我就很心急了 跟我一起試試 好,Let's go 我們可以在觀塘港鐵站播出口 一出來,我們很簡單地回到柯原道 一直直走 馬上第一時間看看價錢 無限時的晚市放題 由下午5時至晚上11時 足足6小時 星期一至四的價錢 成人278、小童178 五、六日公眾假期 成人298、小童198 如果你說吃不到這麼久 它還有120分鐘的放題可以選擇 有兩個時段 價錢你們自己參考 提提大家 它星期六日 都有做午時的120分鐘 和無限時的放題 餐廳現在還在做優惠 五人同行 收四位的價錢 優惠的東西不知幾時停 最好打電話來確認一下 餐廳還有其他優惠 兩人就送完條燒茄子 四人或以上就送BBQ燒臘骨 加黑松露薯條 另外還有不同的生日優惠 待會再拍給大家看 現在快點出去拍下有甚麼吃 餐廳主打私房菜和串燒 今次比較特別 先看看私房菜 這裡有些小食 不同的沙律 這裡比較特別 不是普通沙律 即是有些誠意 還有一些小食 這些可以見到 真的很特別 有金菇肥牛 這個很棒 是白線串燒 絲華力腸 雞肉串 鹽燒牛舌 還有蒜蓉蝦 還有乳鴿 還有燒羊架 還有燒魚 每次都會有些不同 我今次就是這些 你們來到可能有些不同的新食物 還有通常在酒店才會見到的 凍海鮮 今天有蝦和青口 醬汁都是自己調製的 像泰式香辣汁 還有馬來西亞咖喱汁 很適合串燒 這裡一系列的醬料 喜歡怎樣混醬 就隨得你了 還有一些香口的脆炸小食 不僅少 這裡還有焗蠔 滷水雞翼 鮑魚菇扒 西蘭花和魚蛋 椰子雞湯 椰汁紅豆糖水 到串燒部分 都很有誠意 你看這些牛肉串燒 還有小番茄 還有牛辣條 這些都是自己醃製的 還有叉燒 還有豬腩肉 泰式雞 當然還有這些 雞翼 午餐肉 腸仔 另外這裡還有 青口和蜆 油炸鬼也有 還有棉花糖 還有菠蘿 最重要的是燒菠蘿 來看看這裏的飲品櫃 還有些前菜 你看到沙律 都一盒盒 比較維新 還有芒果 飲品 有這些 茶 紙包 還有 這裏比較特別 啤酒 就是無酒精的加士伯 還有一些可樂 菊花茶 無糖可樂 另外還有這裏 有些前菜 日式前菜 這邊還有茶 還有一些甜品 泡芙 蛋糕 還有比較少的 馬卡羅 還有一些水果 啫喱布甸 原來這裏下面還有 韓式飲品 原來這裏還有飲品櫃 還有雪糕和雪條 現在餐廳做優惠 你只要Like她的Facebook 和IG 那蘇灣比職員看 就可以無限追加 扇貝 任銷 它的絲房菜 這麼吸引 第一時間 當然是衝出去 拿絲房菜試試 首先 看看這個 哇 真是很棒 白鮮 又脆 還有土肥味 還有金菇肥油 還有牛舌 看起來都很棒 很厚 還有 還有焗蠔 最喜歡的白鮮 你看看 哇 很棒 哇 果然有些材料 皮很脆 而且裡面的肉很汁 而且你看到很厚 很有魅力感 咬一口 有些油香 已經製造出魚油 白鮮醬 要夠肥味 這個完全做到 皮脆 肉夠juicy 哇 很香 一咬就開了 大家看看 裡面的肉的纖維 多棒 而且 它醃得很好吃 有少許燒汁的味 有少許鹽 很野味 很西部式 好吃 金菇肥油 看到的醬汁也很棒 雖然這個好像很簡單 但看到的味道 真的很野味 也很野味 它的牛肉是很脆的 不過我的鹽可能乾了一點 變了欠缺juicy 但其實它的表面很脆 而且醬汁也很野味 私房菜調味真的不差 好像這隻蝦 本身只是加了少許蒜蓉 和少許鹽調味 不會蓋過蝦的鮮味 而且這些很容易很乾 但它還是比較juicy 蝦不會很乾 蠻好吃的 這個乳鴿皮 是很脆的 而且肉也很juicy 不過 因為我要拍攝 所以放久了 就凍了一點 但它凍得來也好吃 所以大家拿回來要馬上吃 羊架 真的棒 因為它沒有羊酥味 而且很軟 你看到我咬一口 其實我一刺就已經刺得開了 真的非常好吃 而且它很野味 會蓋過羊本身的味道 調味刻到好處 到嘗嘗蠔了 看上去也挺正 還有一些醬汁在裡面 看看它的調味如何 蠔還有鮮味 而且它的蒜蓉 它的調味是不會太鹹 不會蓋過蠔本身的鮮味 如果它太鹹 會蓋過了 這個剛剛好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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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就是黑松露薯條 這個雖然是送的 但它也不是孵孵 它的醬汁也很野味 BBQ醬也很好吃 黑松露薯條 我覺得黑松露醬 就不太濃 因為它這些應該是鹽 如果是醬汁 我覺得就會更加正 但都OK 始終都是送的 這個就不用四個人 你兩個人光顧 都有的圓條燒茄汁 嘩好香 很多蒜蓉 而且很軟 但是很熱 放一會兒再吃 這個蒜蓉味真的很棒 蒜蓉控的我 真的覺得不得了 而且最好它燒得不乾 而且很汁 你只要事前訂桌 其中一個人當月生日 就會送這個黃金花膠大蜆煲 很厚 很厚 你看看 多厚 多厚 另外生日 怎麼少得香檳 所以會送這支香檳 可以慶祝生日 其實它的花膠 就是這麼大塊 你看看 整塊麵這麼大 整塊麵 多厲害 生日的你 可以慢慢享受 如果你有八人以上 還送一個生日蛋糕 其實這個也很大 它這個是南瓜湯底 也很甜 原來很配花膠 花膠也很大塊 是很軟的 還有一些蜆也很鮮甜 這個鍋也很棒 加上這些應該也有些養顏的作用 有牛油嗎 對 這麼聰明 你早就拿好牛油 對 就是蒜蓉 對 蒜蓉牛油 燒扇貝 大家聽聽 燒海鮮的聲音 是否很鮮甜 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那些紫紫聲 是不是很治愈 看來的扇貝都差不多了 扇貝雖然不算很鮮味 但也算是彈牙的 還有我燒的火候剛剛好 又不會韌 挺好吃的 我又忘了放鹽 應該放少許鹽會好些 我只有一些蒜蓉和牛油的香味 還有可以任吃都挺正 你可以加很多不同的調味 喜歡做西式 中式的食法都可以 吃完私房菜就到串燒了 我拿了些肉肉肉 有牛辣條 牛肉 這個豬腩又有隔離叉燒 還有泰式雞 還有台式香腸 這裏最好就是不用浪費太多時間 看火 放下去它還可以轉轉轉 燒得均勻一點 先吃了牛 牛是最快的 現在是剛剛好 牛辣條試試 點一下這個泰式醬汁 這裏挺重牛味的 還有泰式醬汁我覺得都不錯 不過燒久了 所以硬了一點 應該不要燒那麼久 牛肉就試試這裏 馬來咖喱汁 應該有少許沙爹的感覺 牛肉我覺得好吃一點 因為它是相對軟一點 我想是因為就算燒同樣的時間 牛辣條也是會比這個硬的 因為它可能這個厚肉一點 牛辣條那條比較幼 所以就應該不要燒那麼久 但是是好吃的 牛肉我覺得更加好吃 好軟的 還有這個醬汁 其實根本我覺得是沙爹 來的 不知為何它寫咖喱呢 它是像一些馬來的沙爹汁 這個我也要讚一下自己的時間 剛剛好 還留下一些肉汁 還有這一隻它說是泰式 但我感覺上就像墨西哥色那些 多一點的 接著就吃豬了 這個是豬腩肉來的 後面是叉燒 兩樣都不錯 叉燒它都幾夠juicy 不算很肥又不算很瘦 剛剛好 肉質都OK 還有醃的味道都不錯 還有它的串燒普遍都不是很重味 很鹹的那些 讓你可以點一下一些醬 或者喜歡自己的重口味 加多一點醬料上去 另外這個豬腩肉 因為它有點肥 有點瘦 這樣 就會比較香一點 這個豬我覺得不錯 牛呢 我覺得牛肉就會好吃些 剛剛燒完棉花糖 攝影師說要棉花糖 加進麵包裡 就像我們平時 燒東西吃 有時候都會 將棉花糖 加進麵包 搞定了 嘩這樣的樣子 吃不吃可以的 好像擠了一些 剃酥膏 放上去 超棒 超棒 嘗試一下 是否真的滷點 真的好吃 沒有滷點 很脆 不過斬吃蒜蓉包 我覺得很好吃 棉花糖又燒得剛剛好 有一期 流行的甜品 在麵包上面 就放了很多棉花糖 黏著一塊一塊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如果我找到一些照片 就放出來 有點像那種 飯後果 燒菠蘿 多壓穩 趁菠蘿燒的時候 我當然不會浪費時間 拿些甜品來吃 有我最喜歡的 不同口味的馬卡龍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特別 很少地方 有任吃私房菜 加上串燒 還有這裡的調味 不太重 我喜歡 今次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按LIKE 下面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有心理可以馬上收通知 追蹤我的Facebook、Instagram 還是下面的影片 拜拜 拍完了 繼續我繼馬拉松式串燒 不過之前 都要吃燒菠蘿 來燒一下仔 嘩 好汁 我是小鈴鐺 每個都要聽到 我自己釣到 我自己釣到 你不會有興趣 我一定會在這裡 你會在這裡 我會在這裡 我會有在這裡 你會在這裡 我會在這裡 你會在這裡 我會在這裡 你會在這裡 我會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